可以關掉 好 來 大家麻煩過來看 麻煩過來看這邊 或者你拿起來給大家看好了 來 陳兄 謝謝 為什麼我要垂直呢 因為垂直的時候呢 它這個有縫隙 它縫隙會跑進去之後呢 它就會整個滿到一半 如果它是水瓶的話 你會發現全部都浮起來 浮起來沒有關係 這個都不是壞事 我像我以前當助教的時候 那個 有點像鋪路我的年齡 我2002年到2003年 你們可能還沒出生 在台大化學系當助教的時候 我就跟學生講一句話 我會叫你不要做的事情 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 有危險 第二個 沒作用 第三個 沒效果 不要做 為什麼不要做 三個原因 在實驗室裡面有危險 會爆炸 會燃燒 會得病 會受傷 怎麼樣 第二個 沒作用 你這樣做是沒有效的 第三個 低效率 一般而言的話 大概是這三個 OK 那這三個的話 你把它立起來對不對 跟沒有立起來 是屬於低效率 沒有壞事不會發生 不會發生任何問題 所以你看 這樣子立起來對不對 那你下次沒有關係 老江說我可以測試 因為不會發生危險 我就把它垂直起來 疊成水瓶疊的 好 那加水 它就會浮起來 你就花神就把它弄下去 如果你一開始就放這樣子的話 你之後你就可以用 好 來 那 麻煩你把它拿到一個籃子裡面去 好 來 對 放進去 好 放著 好 等我 好 等我